记者陈玉富台北报导 为保障资讯人权 台湾人权促进会今日发表台湾网络透明报告 揭露二年内有7万件来自政府的格子调阅要求 本土企业配合度百分之百 民进党立委刘美女呼吁 政府在人民生活大量仰赖世卫科技前提下 因素建立完善资讯揭露及监督机制 台湾网络透明报告专案经理何明轩表示 政府在2015-2016年间 至少向网络业者提出近7万件的网络个人资料调阅 请求多数国人对自己的线上影子被监控一无所知 何明轩指出 虽然政府没有对网络内容进行大量限制 但研究如教育部所开发的过滤转体守护天使 可发现会屏蔽同志咨询热线 废除死刑推动联盟网站 这些网站无观测情或暴力 令人怀疑在屏蔽特定言论 何也说 从报告可以发现 两年内7万件来自政府的格斯调阅要求 中华电信等本土业者百分之百全面配合 请求Google Facebook跨境企业配合度较少 请政单位应解释此一现象 台全会副会长邱文聪认为 政府是扮演间接收集者的角色 因政府需要个人资料 需向网络业者收集 但目前的资法存在漏洞 间接收集是不用告知当事人 确实引用不用告知当事人 这是很大的黑洞 邱文聪质疑 日前台大政 在进行项目资讯研究 政府部门提供资讯给管教授研究 如果这些研究被带到厦门去 这样可能会有很大风险 但一般人民统统都不晓得 对此 新市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主任林峰宇表示 会那么多监控比例 乃基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考量 政府绝对是依法行政 也有定定基和机制 在监控比例部分 自己接触监控科技19年经验 当年是现在的4倍到6倍比例来看 以大幅下降 而犯罪侦查 基于国安及涉安 不是为了侵害人民隐私 林峰宇说 国内企业会百分之百配合 因为政府机关是依法调阅 脸书等外商不是每一件都一定配合 只有重要形式 案件裁毁 警方是调阅IP 个人资料及登录等记录 不是人民私下通讯的内容 和明轩另补充说 台湾网络透明报告 完全没有国安局的调阅记录 因国安局没有回复 立委办公室去向国安局要资料 对方也不愿提供 在通讯监察体制上 国安局一片黑箱 非常遗憾国安局不配合 立委刘美女强调 各部门没办法提供完整统计资料 一方面是对此认识不足 没意识到这有侵害影子问题 新政院政委唐凤对资讯科技很熟 因让资讯统计数次公开透明 欧盟定定的资讯保护法 今年5月即将上路 台湾未来英语国际接轨